请答应我不要自杀 为什么 死了以后是更痛苦的 死了以后你都没办法 make an appointment来看我的 你现在做人你还可以来见我吗 对不对 有困难你还可以写email 你死的时候你是鬼啊 我也看不到你的 很多人以为死了自杀就一了白了 错 佛经理解 自杀以后将来会更痛苦 因为你的业呢 并没有解决 那很多很多人也有忧郁症 还有这边我要公开呼吁所有的女居士们 不要常常念你的老公 你的老公很可怜啊 对不起 我要为男生说一下话 为什么呢 妈妈叫做老娘 太太叫什么 新娘 老娘不爱 爱新娘 男人夹在两个女人之间很痛苦的 有多少的男居士来跟我讲你知道吗 因为经济不景气 所以老婆呢 动不动呢 就用语言呢 攻击她 伤害她的自尊心 最后就吵架了 甚至两个人就打架 不好 各位脸友 尤其是女居士 你很苦 但是你不要把苦丢给别人 不可以用语言去伤害别人 经济不景气是全世界的 你要两个人一起来奋斗 一起来创造 中国一句话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嘛 一个家不是只有你 都推给老公的 你也要负责任 当然我知道女居士很辛苦 白天要做工 晚上还要做家里的黄脸婆 对不对 还要做飞拥 要煮这个洗那个 但是要两个人一起相互的包容跟鼓励 很多很多的女居士 常常用你的嘴巴 虽然你念佛了 虽然你诵经了 可是你称心一起的时候 你是恶口伤害你的先生 你也用恶口伤害你的小孩 这样是不好的 了解吗 不要造这样的恶口的业 应该反过来鼓励对方 每一个人都希望被人家鼓励 你看众生被困恶 无量苦逼生 你嘴巴念观世音菩萨 可是你的心 不像观世音菩萨 你没有真正关怀你的先生 也没有关怀你的小孩 当然假如你关怀你的小孩的话 其实你的老公也会关怀你的 是不是呢 所以苦从哪里来 苦从相互伤害而来 可是观世音菩萨还是很慈悲 比如说你得了病的 得了癌症了 对不对 你愿意念大悲咒 喝大杯水 观世音菩萨也会救你的 看下面 观音妙致力 能救世间苦 观世音菩萨就像太阳一样 也像千江流水 千江月一样 你真正只要苦难的时候 你呢 总比呢 你一直骂老公好 你不如呢 跟老公一起来讲 我们一起念观世音菩萨 那你心中的贪真痴就会熄灭 你才会有智慧跟能力去面对很多很多的问题 是不是呢 所以观世音菩萨你要求他帮你 同时你也要学他的悲心帮助旁边的人 我常常说个笑话 很多人华人对观世音菩萨叫伸手牌的 观世音菩萨给我工作啊 观世音菩萨我们家要长寿 观世音菩萨我们家要发财 要中最高的马票啊 观世音菩萨对不对 希望我们生意都好啊 观世音菩萨我们家呢 什么都很吉祥圆满 你看你都是伸手牌的 请问 你曾经为众生做过多少的事情呢 你应该做助手牌的 像观世音菩萨旁边一样 牵手牵眼观世音菩萨 帮助一切的众生吧 这样子你才叫真正念观世音菩萨有用嘛 不是嘴巴念一念而已 你的心真正要去流露悲心 关怀你周遭的人 你若常常帮助别人 听好 有一天你若真的碰到困难了 你不求观世音菩萨 观世音菩萨都会来救你的 这是真的 再看下面寄送 具足神通力 广修至方便 观世音菩萨 他的确有神通 他是亲近无我的 神通从哪里来 从止观来 所以你要修止观 止观越强的人 他的神通力就广大无边 不然让观世音菩萨要面对无量无边的众生 不但新加坡的华人念观世音菩萨 台湾 香港 马来西亚 印度尼西亚 全球的华人都在念观世音菩萨 那他怎么来得及救你们啊 来得及 就像月亮一样 哪里有月水的这样 就可以有月影 所以观世音菩萨可以分身 无量无边的化身 但是他怎么帮助众生呢 请看 广修智慧与善巧方便 你关心你的家人跟老公 也是要有智慧的 对不对 举一个例子 有很多老婆子会来跟我催催念 催催念说 师父啊 我老公很难度的 很固执的 他要吃饭 我端饭给他 他还嫌不好吃 我说那你也有智慧 你就端饭了以后呢 对不对 写一张纸条吧 老公好好照顾你啊 他看了就会很感动 你可以不要讲 那你有人说 师父我老公看不懂字怎么办 那录音嘛 对不对 一入门口就像电话打录机 登 老公你回来了 辛苦你了 你最喜欢吃的那个油面呢 已经放在电锅里了 你看他不是很感动吗 对不对 那各位联友 你要参加法会 做义工来听经 你也应该把食物准备好啊 不然你来学佛很高兴 你的儿子都在背后念你啊 我的老妈最不负责任的 这样不好 所以你要有智慧跟善巧方便 度众生啊 帮助众生真的很不容易 但是你要有这个愿心 努力去学习 下面看 十方诸国土 无叉不现身 所有的世界里面 都有大悲观 观世音菩萨的现身啊 所以普门品说 应以合身得度者 既献合身而未说法 所以请你把这两首祭诵背起来 假如你有观世音菩萨的佛堂的话 我也建议你可以找人 写两个书法 就写这两首祭诵 这是普门品里面 观世音菩萨法门的精华 当然每一句都很好 举一个例子 还有一句我也很喜欢 心念不通过 能灭诸有苦 我们心中有很多苦 对不对 可是我们为什么灭不了苦呢 因为你心念都通过 都在打妄想啊 念经的时候也在打妄想 念佛的时候呢 也在这样到处看 到处看 你当然就灭不了你心中的苦 对不对 真正的苦从哪里来 从你心中的贪嗔之来 这是我要补充的 所以三十七愿奖 一十志志愿 延伸来说 就是大悲观世音菩萨的 所求如愿 也就是普门品的这两首祭诵 非常好 接下来再看 普贤菩萨 刚才讲广修供养愿 这张是中国大陆 四川 峨眉山 万年寺的 明朝万历年间 皇帝用铜 镀金的普贤王菩萨 我去这个地方 朝圣过两次 所以你看 诸佛菩萨 他有都有大悲愿心 所以我们不但是拜他 我们要学他的 大悲愿心的这个精神 这个才叫真正如理 如法的佛弟子 不然你做一个佛弟子 你嘴巴都在念经 嘴巴在念佛 很好 师父没有否定 因为我也念经 也念佛 但是呢 我从很多的怜悠上 你看不到你念佛 跟念经产生的功德力 了解吗 所以要去想一想 要去思维 哪里地方学错了 或是你对佛法理解呢 可能是错误的 或许你虽然知道了 可是你没有真正去做 接下来看49月 49月第十五行 心三 三十九 庄严无尽愿 请看经文 我作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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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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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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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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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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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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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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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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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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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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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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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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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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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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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